这座监狱穷的连个手铐都买不起 犯人全是用绳子来绑 我试了是这样还真跑不了 这个男人叫久南 本以为可以靠倒卖鱿鱼发家致富 谁知被人陷害成了毒贩子 他想打电话求助大使馆 这一手加钱买通了预计 久南请求大使馆派个律师来保释自己 可对方要求填写各种申请文件 久南直接破了个大房 自己都蹲老子了还挣这些花里胡哨的 无助的久南躺在冰冷的石板床上 他开始后悔当初不应该来苏里南 看着家人的合照心里无味杂陈 无事不得门 没拿到美刀的御警又来了 说是有一个朋友来看他 本以为是好兄弟大傻 谁知这个男人他根本不认识 男人上来就开始套近乎 久南也是一眼猛逼 御警那么有必要这样吗 只要肯给钱你就算是他爹我都信 两百美刀到手御警二话没说就走了 男人掏出了自己的名片 原来他是韩国情报局的名叫老崔 老崔掏出一份文件 至此全牧师的身份也将慢慢揭开 全牧师承名叫全要换 他掌握了欧洲80%的毒品走私 久南之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是被毒贩子盯上了 早在18年前 韩国警方对当地最大的冰毒走私团伙进行抓捕 虽然作战时成功了 还是不慎跑了一条大鱼 他夹带着10公斤冰毒 爬了14公里的下水管道 追踪躲过了警方的追捕 之后的他摇身一变成了房地产开发商 这个项目引来了许多权贵们的重视 而全要换醉翁之意不在酒 当往所有人的酒杯里夹了了 逐渐沉饮的权贵们 有时候不惜掏空家里主动登门求货 不过好景不长 全要换很快被一个安全部门盯上 常在河边走男友不失血 顶顶大名的大头销被打了个半死 部长决定留他一口气 目的就是从全要换这里分一杯羹 经历此事的全要换意识到 使用相当的诈骗手段会很危险 于是他伪装成教会牧师 依靠一些花言巧语 糊弄两万人成为了他的信徒 改变手段的全要换转的更多了 可英文不散的部长还是找上了门 各位弹心不足时吞响 全要换终于爆发 因为此时全要换就很难在韩国带下去了 于是他紧急筹备逃亡海外 这天全要换我已经在报纸上看见了 一个不到50万人口的小国苏里南 他靠近哥伦比亚 边地都是优质的制毒原材料 小型帮派冲突不断时局动荡 最关键的是苏里南跟韩国没有引渡条约 这个地方无疑是他最好的落脚点 就这样 全要换带着自己的小弟来到了苏里南 他第一件事就是拉拢了一名将军 将军需要先稳定当前动乱的局面 全要换则需要人帮他巩固地位 在将军的帮助下 全要换消灭了所有的小型黑帮 掌管了为竞品独有权 他还利用女性徒在欧洲走私为竞品 即使被发现出于对全要换的狂热信仰 他们也会守口如瓶 男性徒则接受军事训练成为武装人员 为了让他们幸福 这杯蓝色饮料就是奖励 他表面是一名教父 背地却是一名大毒枭 为了开提新的贩毒路线 他盯上了倒卖摇鱼到韩国的九南 不过途中遇上了突袭检查 这次测试以失败告终 得知此事的九南非常恼火 自己老师本分的做生意都能被痛死 他询问自己的朋友大傻去哪了 老崔拿出一张照片 兄弟就这样死在了一国他乡 九南瞬间红了眼眶 老崔此时也说出了自己的目的 要想逮捕全要换 就必须把他引到苏里南以外的美国 他希望九南能接近全要换 劝导他在美国贩卖为竞品 九南听到这肯定不同意 但还有家人等着他回去 这个九死一生的任务换谁都不会干 老崔再三恳求 他不仅可以为兄弟报仇 还可以重购自由回家 身为商人的九南想了想 要自己去也不是不行 他在苏里南损失的五亿韩元 必须给他报销 前一到长立马干活 当下行事也没办法了 只要能抓到全要换确实是个好买卖 老崔沉默出狱后先给九南两亿 抓到全要换后再给三亿 首先要欺骗全要换的眼睛 他提神保镖也被关在这里 情报局供货由九南来卖 只有坐实自己的身份 才能获取全要换的信任 渐渐的九南在监狱收拦了一群小弟 贩毒打架整地盘 这些大动作都要出现在保镖眼里 出狱后的目标则是阿正 阿正这人只要有钱他什么都干 最近还在找贩卖可卡因的路子 阿正无疑是最好的突破狗 阿正无疑